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十二级的任务 叫做人非草木其一 然后这边的话你开启任务追踪 我们来到这个爱斯达这里 找他对话 这边的话要我们调查三个点位 我们先往南走 然后右边拐过去 这是我们第一个点位 好 第二个点位大家挡开地图 我们来到中间这个传送锚点 这边的话我们直接左转 再左转看到一个光点 好 这边的话我们旁听 好 最后一个点位 你按照这个任务指引 来到下面这个传送锚点 过来之后你首先将视角切换 我们南方向有一个楼梯 咱们先上去 然后这边我们右拐 进入这扇门 好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调查一下 那下一步的话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传送锚点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爱斯达 好 继续 我们按照任务指引的方向 来到我们上面这个传送锚点 这次的话我们先往东方向走 这边的话有个怪 大家先清一下 清理完毕后我们右转 进入这扇门 开启这边的一个控制装置 这边的话在我们右手边 有一个小机关解谜 过来先往上走 然后左下 再左上上 左下 左上上 来到电脑旁边调查一下 那旁边有个宝箱 你可以拿一下 调查完毕后 在我们后面有一个维修工程师 我们找他对话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机关刷新了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开启 那这个的话 我们首先来到我们左边这一个位置 然后上上 左下下 好 过来之后 我们继续 左上 右上 然后左左上 在这边的话 又会出现一个宝箱 那宝箱的话 你自己拿一下 我们来到我们左手边这个电脑 我们要调查两次 好 调查两次完毕后 在我们后面 我们找一下这个维修工程师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的奇异任务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